雷師傅今天要做什麼 今天做一道比較日式的 叫鮭魚的味噌死手鍋 其實這一道菜在做很簡單 最主要就是高湯 然後豆漿跟味噌 對 首先我們先把這鮭魚的部分 直接把它放進去 這一個鍋子裡面去把它煎一下 鮭魚裡面要煎的時候 鍋子不用加油沒有關係 直接放進去就OK了 小火慢慢的小火加熱 等一下把這鮭魚的香味煎出來 我們等一下再把它放進去 我們在整個高湯裡面 另外在石鍋的這一端 我們首先在鍋子裡面放一點油 這個油我們放一點苦茶油好了 把它放進去 苦茶油 橄欖油都可以 把它放進去之後 一樣中小火就好 先把洋蔥絲放進去在鍋子裡面 讓它稍微停留一下 我現在都是中小火而已 接下來把蒜頭的部分也放進去 其實我們在做這個鮭魚食手鍋 這食手鍋的高湯 其實非常重要的 食手鍋到底什麼意思 其實在日本來講的話 他們就是一個有一點像土鍋 這個土鍋裡面可能就是加一點 發酵性的一些調味料 體力來講味噌 紅味噌 白味噌 這些都是 但是味噌跟豆漿要放在一起 煮在高湯裡面 有一個非常重要 對 那個比例到底要怎麼拿捏 也不是比例問題 因為你把它放進去一起煮的話 變成鹹豆漿 對… 那種感覺 對 感覺就不好看的話 那怎麼辦 其實我們就是把這高湯跟味噌的部分 放進去 像我們這個比例的話 大概是15比1 15比1的那種比例 放進去之後 把這個味噌全部放進去之後 接下來我們要先用打蛋器 先把它推開 把這個味噌的部分推開 完全把它打散 那我們這個味噌的話 就是用那種細味噌的部分 好 那我們現在整個洋蔥香味 出來之後 接下來我們要把高麗菜放進去 高麗菜記得先把它燙過 燙過之後把它放進去 在鍋子裡面去給它做一個拌炒 讓它香味出來 為什麼要先燙過 燙過的話避免 等一下我們在煮的時候 讓這個味噌跟豆漿 在裡面停留過久 煮起來又花花的 都是怕 所以那個時間 就等豆漿下去的時間 不能太久對不對 對 沒錯 了解 那我們現在一樣在鍋子裡面 去給它做一個拌炒之後 毛豆的部分先下去 一樣把豆香味炒出來 接下來我們要開始加 這裡面所有的高湯 高湯的部分不要一次到位 慢慢加 慢慢加 那我們先把這個味噌的部分 加進去 加進去讓味道慢慢的吃進去之後 不用管它 就把它放進去 所以煮豆漿鍋 有這些撇步要特別注意的 對 好 我們把它放進去 放進去之後 接下來我們才開始加一點豆漿 慢慢加 分次加 就是不要讓它一下子就滾起來 就是一點高湯 然後加一點豆漿 下一個階段再一點高湯 再一點豆漿 沒錯 就是要讓這樣子 豆漿你要挑那種無糖的 當然 當然 對 但是 煮出來的味道其實是滿奇怪的 好 那我們把鮭魚的部分 稍微給它翻一下 好 稍微你現在其實教了很多長輩 對不對 現在大家越來越有那種 高齡要練肌力的概念 你的學生幾歲 我學生所有的年生 學生年紀平均六 四歲 對 都是屬於 叫中年以後的 那你年紀最大的呢 年紀最大84歲 這麼厲害 那在高齡的這些前輩 長輩高年級生當中 有沒有哪幾個人 你覺得還可以做到這樣 真不容易 我有很多學生 其中有一個學生 她是女生 她74歲 大家都叫她神奇奶奶 因為她可以推雪橇 她可以推動110公斤 等於是超過她體重的一半 然後她做所謂的硬舉 深蹲 大概都可以背她體重做五下 就是所謂硬舉 舉起東西 或是背在身上做深蹲 都可以做50至60公斤 那是神奇奶奶練多久 才變那麼神奇 她其實 她有個很好 她很棒的是 她在四五十歲 那個時候運動 就開始了 對 她其實就已經開始了 一兩年了 所以她打了一點基礎之後 過了十年 她又回來做肌力訓練 所以她才有這個底子 慢慢的累積起來 所以大家不要再等了 就是馬上要趕快來訓練了 對 你看我們現在 都是用慢慢的火下去 給它慢慢的下去滾 因為你看我們現在 把它放下去之後 就有點花花的 如果這樣一下子滾起來之後 整個泡泡就不好看了 原來如此 我們接下來把鮭魚放進去 鮭魚放進去 放進去裡面 一起給它做一個 熬煮的一個動作 石手鍋就是這樣子 把它放進去 慢慢來就 而且這道裡頭 蛋白質也很多 包括豆腐 鮭魚 還有豆漿等等蛋白質 含量相當足夠 我們這樣就完成了 推薦這道鮭魚味噌十手鍋給你 以豆漿為基底的湯頭 搭配新鮮鮭魚與蔬果 吃不胖的火鍋 營養充足 也很適合更年期女生喔 喜歡健康2.0嗎 一定是非常喜歡的吧 那麼請大家在 健康2.0的YouTube上面 訂閱 按讚 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 我們隨時有最新的健康訊息 你就可以接收到囉 好